亲圣子康熙庚虚连 有一位姓故的福建人住在江阴 暗中贩卖假银带到市场 没有人能辨认出来 但不可以超过十天 超过了就会回复本质 有魔甲用六两金子 换了二十两假银 到仓门买砂断 在乘船回家的路上 晚上经过花荡的时候 狂轰大作传之翻覆 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来 魔甲还好能游泳而免你灭顶 赤裸着身体回家 顾魔也是在当天被雷震时 用来造假银的火炉和铁锤 都被雷几的粉碎 哎呀 真傻呀 顾魔因使用尖数被上天诛灭 在道理上是罪有因得 魔甲竊以以恋之贪 突然失去本有的六两金子 而且衣服行礼 不知道还价值多少钱 生意做到这样子 可说是亏本 虽然他没有上命在波浪中 但也是很危险 这不知道 这不知道理的人 的小人 可怜到这种地步 我有一句话 要提醒大家 我做生意 是为了求生存 我要生存 他人就不用生存吗 我想要养家活苦 他人就不要 想要养家活苦吗 况且那些七心逆天的人 报应是很明显的 最后没有不遭遇 本身死亡 又害家妹口的报应 这大概是 这大概不是做生意人的本意吧 我那终终的